亮哥 亮哥怎么看呢 现在赖清德是不是看到这一票人选 没想要休兵 其实我倒不这样看 吴钊燮当然是 可是吴钊燮跟顾力雄 背后应该是美国的影子 所以你说赖清德会冲很前面吗 我不认为 我认为美国 美国就是直接介入了 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团队 因为刘四方跟管碧林 一个海委会一个警政署 那个都不是两岸的第一线 两岸第一线还是国防国安 那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他们是会非常尊重美国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 这所以应该是取决于拜登 认不认为他在选前两岸 要有大的变数 目前看不到这种迹象 因为光是加沙战争 跟这个俄乌战争 他就已经快要昏倒了 他绝对不希望有第三个战场 至于梁文杰 我觉得也不要把梁文杰看成战狼 事实上梁文杰是很有弹性的人 比如说王毅 王毅也有一阵子被人认为是战狼 之前他在驻日本的时候 大家觉得他温文儒雅 然后后来接外交部就开始 会有针锋相对的发言 其实最主要是他程度要好 程度要好 程度好的人 可歌可音 我觉得梁文杰是 梁文杰能跟王毅相比 我倒不要跟他比 我是说跟民进党的人比 他至少不会像王定宇这样 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我是他不会像许智杰这样 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梁文杰我认为 他对两岸的程度是有的 是没问题的 重点是 善面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希望你讲到哪里 邱水镇 邱水镇坦白讲我也认识他 邱水镇 你不觉得在最近这几个月 你说讲话很鹰派吗 可是邱水镇你如果认识他 他以前在金门大学 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 这个人的风格是战狼 或者是鹰派 鸽派 而是这个人是不是真懂两岸 你知道吧 如果你程度不好 然后还要硬讲 自己得罪了还不知道 他就很麻烦 所以许智杰 许智杰肯定是不知道 他讲话的严重程度 王定宇也是 当然赖清德有时候也会粗框 这也是美国对他 有不信任的地方 比如说我随便讲 赖清德几天前就讲说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 台湾日本是生命共同体 我跟你讲我了解 我认识一些日本政界的人 他们都觉得说 谁跟你有事 你有搞清楚 你有事 我有事 拜托 今天我们的日本同事就讲了这个 是啊 就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 这种话就是他主观的期待 就好像比如说我当总统 最大的志向就是进白宫 这个美国一听他就说你什么 吓坏了 你选你的纲我屁事 我讲的是这一类的 所以你不要犯这种错 事实上 你把那个跟日本讲得好像 他跟你生命共同体 我坦白讲立刻就有一种声音出来了 说蔡英文大概是清美的独派 赖清德是新智的独派 这种声音就出来了 就是你不要 不要拿捏的 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简单 你知道吧 我是觉得 至少我的理解 邱璇政 梁文杰不会犯这种错 他们是了解状况的 比如说我的老朋友洪其昌 他也不会犯这种错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赖清德就是 蔡英文也不会犯这种错 可是你赖清德就是会 有程度特别强 不然为什么罗森伯格要来那么多次 所以我说如果赖清德 坦白讲520之后是616 环埔建军百年 人家也在看你会不会唱国歌 你会不会讲说 环埔军下签台75周年 这个也是对着干 因为大陆在搞百年 你再搞75周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东西就是 外面的人怎么看你 如果520跟616赖清德都没过关 那我就建议罗森伯格你搬来台湾住 拜托 两边飞挺累的 对啊 就是要有人讲得上话 因为萧美琴可能也不好跟你讲一些什么 那罗森伯格就来吧 我基本上是觉得是美国在炒盘 倒不要把他想得太 说民进党独派就要冲锋了 我认为不是这样 现在看起来以色列好像并不会因为医院而暂停他的袭击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我觉得以色列打医院是故意的 因为 因为医院是比较可能的大型的建物 那里面就有可能躲藏部分的哈马斯的人员 那他把医院摧毁也有另外一个用意 就是让你受伤也没有办法治疗 比如说现在 实际上在加沙地区死亡的人超过三万五千人 然后受伤的人超过七万五千人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就是里面受伤的人大概都活不下去 那也有一些人生病 因为营养不良就容易生病 所以你这里就看出他昭然若揭的目的 就是让你的人口越少越好 不然他不会 他事实上到了哪里就先打医院 这个不是第一次 已经很多地方都这样 那至于伊朗说他有核武议员 他自我公开出来讲就表示他没有 因为我跟你讲核武没有释报的 就只有一个国家 大家认为他有 就是以色列 因为大家都认为以色列的核武 是美国直接给他 他不用释报 他就不需要释报 那你看北韩释报多少次 印度也有释报 巴基斯坦也有释报 你怎么可能没有释报 你就宣称你永远有核武 所以这个叫公开出来吹牛 以色列从来不承认他有核武 大家都认为他有核武 所以我认为伊朗是还没有 伊朗是在迈向那个路上 也许他的核龙缩已经到67% 可是要做核武你要到90%以上 因为这个坦白讲国际原子能机构 是有做一些侦测的 然后你要买各式各样 比如说离心机 各式各样的东西 人家会看到你真的进口 所以我是觉得 倒没有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现在什叶派 比如说曾祖党 伊朗 都有一些人出来吹牛 说其实我们也很厉害 所以以色列你打拉法试试看 我跟你讲 摩萨德绝对比他们厉害 以色列就是真的敢打 我跟你讲 因为以色列知道自己有核武 而且目前拜登政府 因为受到国际的压力 所以对某些武器暂停给予 就是1800枚2000磅的炸弹 还有1700枚500磅的炸弹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陷入一个困境 就是有人认为说 以色列丢这种炸弹 然后造成很多平民的死亡 那已经违反了美国的相关的法律 就是美国给予重磅的炸弹 你使用它是有限制的 那以色列显然是没有做到 所以造成了很多平民的死亡 比如说500磅的炸弹 500磅而已 它丢下去 就会造成300米半径范围 没有人能够生存 那以色列爆炎已经丢多少枚了 我讲的是500磅的 我还没有讲到2000磅 也丢了 也丢了 是啊 那事实上 他就认为哈马斯都躲在平民区 比如说一般的老百姓 平民 那请问你那个 你杀一个哈马斯的干部 你容许连带的死亡是多少人 这个军事都有它的准则的 对 以色列显然就认为 我为了杀一个干部 我连带死了30个人也没关系啊 所以他就没有那个犯罪的可能嘛 不然怎么可能会死那么多人 而且有人去做调查 他死了3万5千人 里面很多人都是全家灭绝 显然就是你炸到人家家里嘛 潮外战胜灭门嘛 因为有人去做调查 在大概一开始打了三个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死亡大概只有7千多人 那结果就发现里面有5千多人 是全家灭门 这表示你是打人家家里啊 不然怎么会这样呢 不然为什么妇女儿童会死那么多呢 妇女儿童大概死了 已经超过一万两千人啊 就是他那个炸弹一炸下去 他就不管嘛 我只要炸一个哈马斯的干部我就干了 这种战争的行为 全世界都不能接受了 对我好 issy肉丝